-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財英,今天請到華信投顧林何彥,林老師,老師好 - 財英好,大家好,我是林何彥,新台幣的升值加上外資買盤的跡象,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台股未來的趨勢呢?老師 好的,最近匯率的問題在國際之間一直是大家討論的話題,尤其最近兩個禮拜外資買台股買了200多億 同時間台幣也有緩慢升值的跡象,今天我們來談一個比較專業的問題 我想這個話題你若學會之後,這個專業你學會之後,其實在各行各業你都用得到 不管是在判斷總體經濟或者判斷股市都用得上都很好用 好,首先,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很重要的 因為國家貨幣它會影響什麼?影響進出口 經濟 會影響物價 更會影響進出口廠商它年度的獲利 甚至於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 所以匯率本身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要能夠看得懂才行 像今年以來整個國際之間一直在討論匯率跟貿易戰的問題 我今天特別把今年主要國家的貨幣升扁 跟大家做出一張統計表 你可以看到 今年最強當然是美元 因為所有的貨幣都是以美元為中心兌換 美元今年升了3.36% 台幣是扁了3.02% 這裡面扁最多的印尼頓 大扁了10% 更多的是蘆布更大扁了18.55% 這個對整體經濟國家的股市都會有影響 你看今年就是美元獨數一格 其他國家股市幾乎都是貶值的 這裡面日元還不錯 日元是還升值了1.1% 台幣雖然說扁了3% 我們來看一下股市的變化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國家股市 你看美元一漲之後 美股一直在創新高 跟著漲 道琼今年目前為止也在歷史高點 漲5% 其實台股是表現不錯 你看今年全球股市裡面 除了印度比較特殊以外 漲了12.7%以外 其他幾乎都是跌的 台股能夠漲3.5% 已經是表現相當強勢 可圈可點 今年最多是誰 當然就是大陸囉 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對大陸很慘 被美國壓著打 因為貿易戰被美國壓著打 深圳已經跌了22.85% 我們來看一下 以目前來說 這是美元的走勢圖 今年美元升值了9.8% 川普一直希望美元能夠以弱勢的環境 來帶動美國的經濟 可是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你一直在打貿易戰 加上美國今年會有適度的升息 對 最近已經統計出來 川普自己說 5兆美元流回美國 那不單是推了股市走 也把美元撐得這麼強 所以美元要弱勢不可能的事情 9月份還會再升息 9月份美國還會再升息 我們來看一下台幣的部分 台幣去年是升值了10% 今年是貶值了6.3% 所以今年台幣在出口的部分 出口廠商也是有匯差的 那股市跟 貨幣到底有怎麼樣的關係 這點很重要 我特別把新台幣這6年來的圖形 這是周線圖 你看這6年來 新台幣都一直在34 兌換美元跟29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台幣是很穩定的 這是有一個規律在 穩定的貨幣 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 這很重要 你看最近 土耳其的里拉 一直在崩跌 整個股市整個國家都動盪不安 像最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阿根廷的批索 那個跌的比里拉更厲害 所以阿根廷也快要有違約的一個狀況 記不記得東亞金融風暴 也是從貨幣引起的 對 所以一個國家貨幣的穩定是很重要的 那這張6年台幣的周線圖 你有沒有看出什麼規律性 有沒有 看不 來我們看下張圖表 我把規律性畫出來給大家看 很清楚 你有沒有發現到 每年的第一季台幣都會升值 往下 現行往下走 就是升值 每年第一季台幣都會升值 為什麼 因為在第一季的時候 過年 你說平常廠商拿到美元之後 如果匯兌不好 他可以多留一會兒 等到匯率好的時候 他就去換 可是遇到第一季 他收到美元之後 他發給員工薪水不能發美金 他一定要花新台幣 所以拿到錢一定要換成新台幣 包含過年的時候 市場大家要採買 要買東西發年終獎金 所以對於新台幣的需求相當強的 所以每年在第一季 記得 每年在第一季 新台幣是相當強勢的 都會有升值的機會 那這個升值跟股市有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下張圖表 這也是很重要的機會交易 上面的圖表是 新台幣的月線圖 下面圖表是 台股的月線圖 你有沒有發現到兩個圖形幾乎是顛倒走 對 新台幣往上走是貶值 那台幣往上走是升值 你有沒有發現到 89年到90年 台幣貶值只有股市大跌 緊接著92年到97年 台幣大幅升值了5年 股市走了5年的多頭 97年跟98年 台幣急速的貶值 台股幾乎是呈現崩盤的 98年到100年 兩年的時間 台幣又快速的升值 台股又從4000點漲到9000多點 這個幾乎都是同步性的 沒錯 你像105年跟106年 連續兩年台幣從34升值到29 台股也從8000點漲到1萬點 所以很明顯 這是個機會教育 股市跟會市是同步性的 沒錯 所以你隨時注意會市的波動 你就可以預測股市未來的走向 對今天教大家這一招 希望大家能夠學到東西 那有更新台幣跟會市的變化 跟股市的變化 歡迎加入我的Light 我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好感謝老師今天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Light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